丁振夺作为云贵总督 主要管理云南贵州两省的军民政务 级别很高 也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 不得不说 总督出行的排场还是很大的 随行人员相当多 毕竟当官就要有当官的样子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丁振夺出行的轿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华丽 而是属于比较简陋的 跟我们平时电视剧看到的场景并不一样 这才是清朝时期最真实的样貌